中安通缉犯企图撞警车闹跑 人警当街连开七枪制服胆徒 专案小组在这个月9号 在新北市新店埋伏胆人 当时嫌犯逃跑 13天来他不断地换搭 大众交通工具到处躲藏 在昨天晚上 嫌犯冒险跑到三重 想要去找吴佑 结果被埋伏的远警 当场胆正着 下车 中安通缉犯向逃 警察当街连轰七枪 赫止 银色乡行车 车轮后车厢被打穿了好几个洞 但嫌犯仍然顽强抵抗 闯红灯猛踩油门 加速逃逸 就怕这一逃走更难抓 远警立刻掉回头 开车猛追 警方全力围捕 枪声大作 吓坏附近民众 不过最后仍让他给逃了 东躲西藏13天 甚至搭乘大众交通运助工具 逃到南部 但为了爱 冒险挥到女友租屋处 埋伏警力一涌而上 将他逮捕归案 快两个星期来 他不敢再自己开车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逃到南部东部 原以为警方已经放弃追捕 但算错最后这一步 还是得认栽 这下狼狈落网 终于能让受害的剑伤松空气 只有理想三章院杰 幸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